再來看台中台立的文化公園 前有一個女兒在公園去撞到頭 會是老闆裡 台立公所是表示 會派人去圍門 也會來加強這裡吃湯米 按照方法 但是弟弟的頭 冬天輝一直老 白色的運動衣也都黏著紅色 他的爸爸照到童地光了便宜 看到小孩的相性 相當的不感 受傷女兒的爸爸和父親的民眾都感到 這個公園優先的離職 奉後不足 希望市府可以趕快加強 只不過還有其他的小孩受傷 輔助委會該公園的是代理局公所 公所表示 會加強優先的安全奉後 不過有民眾認為 市府應該專門檢查 有離職優先的公園 若是發現逢後不足 就要馬上處理 不是在意外發生後 這頭疼他頭 腳疼他腳 記者 台中 綜合報道